好 那個副局長 我先請問一下 就是說 現在這個華航機師染疫的 這個 連帶確診的已經24個 那也超過了 不逃當初的21個 所以這個疫情相對 越來越嚴峻 那它的這個染疫者的足跡也遍佈 好幾個地方 然後今天早上 我看新聞這個台大兒童醫院的 院長黃立民說 台灣已經進入社區感染階段 病毒比我們想像多 一旦出現多點爆發 疫情可能就難以控制 那我請教一下副部長 桃園這個 國軍的營區其實相對多 那 人數也多 你們現在防疫上有沒有什麼 提升的作為 其實我們的防疫作為 從一開始我們的 從每天的一個檢討會 然後到每週的例會 然後每日會 你現在休假正常嗎 休假都正常 但這邊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事情了 其實不光是桃園地區 我們在有關新北 雲林 嘉義 只要有這些足跡分布 跟我們營區有地緣關係的 我們都透過我們的疫情指揮東西 去做自己的疫調 我在這邊我是要再次的提醒 因為國軍一直以來 他也是我們防疫的重要力量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說 國軍不要受到疫情的感染或者影響 所以這個也會相對影響到我們的戰力 是的 謝謝 那因為 因為我們知道上個星期 這個 抱歉 經濟學院他的那個報導 說 台灣是地表上最危險的一個地方 那 這個當然就突顯出現在 國軍戰備還有戰力相關的 這些準備的重要性 那我先請教一下兩位 對於Economist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把他做這個頭版 就算了 他做在封面 然後用這麼重的一個字眼 請問一下 是真的這樣嗎 真的是最危險的地方嗎 各位委員報一下 其實我們最近一直在提醒 我們所有官兵的同仁 確實現在的敵情嚴峻的情況 跟以往完全不一樣 怎麼樣不一樣 因為他的近期 他基建輕饒我們台海周邊的力度 數量 頻率 都相對明顯的增加 所以如果照Economist這樣的說法 假設 美中之間拿不出 這一個緩解的方法 或者他們對峙持續的話 再加上兩岸之間 也沒有任何的這個互信或者對話的時候 那他講的這一個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 那是不是代表的發生那個衝突的機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可以這樣講嗎 報委員 其實如果講說插槍走火的機率 確實是比往升高很多 所以國軍對這一方面 我們除了加強我們戰備規定的宣教之外 同時我們所有執行戰備任務的同仁 我們都有勤前的教育 尤其是要注意防止插槍走火 防止插槍走火 但防止插槍走火 我想這是各方也不是你單方 萬一另外一方或者其他方 你也難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到底我們自己有沒有一些其他我們可以主動性的作為 還是我們就是被動的被這個環境來所限制 你只能被動的接受這樣子的狀況 還是說我們有任何其他主動性的作為可以做 其實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想就是說 大家應該都有一個深刻認識 現在台海跟南海目前的狀況 國際都非常的關注 那我們也趁這個時間 我們盡可能積極的跟由我 跟我理念相通的國家進行軍事交流合作 重要的是一個情資交換 然後讓大家都體認這個地方它的風險升高 大家在這邊 不管是做什麼樣的一個軍事行為的話 副部長 因為你剛完成史上 國軍史上最長的八天七夜的兵推 是的 那這個兵推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兵推其實只是在磨練 我們主委官決策跟參謀作業 還有突發裝備應付 那就是說兵推出來 你認為說在搭配上 國際上看待台海目前的處境 這個 那這個你認為最可能發生衝突的狀況 是你剛剛講的擦槍走火嗎 還是我有其他的情境 沒有這個 特意攻擊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有沒有 這個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我們在推演這部分 其實對外的話策略不多 我們主要是針對我們自己 敵可能產生行動 我們的應處方案 還有另外 這裡面你們的結論提到 包括全民總力 軍事動員 戰力保存 整體防空 支電作戰等等 那這些都會納入7月份的 時兵演習嗎 對 有些是 那我請一下 全民總力的重點會是什麼 全民總力的重點就是 我們會實施動員 那動員的規模 人數 會是 歷來最大嗎 是歷來最大 到什麼程度 到什麼程度 就是 分設三個專案區 然後人數 很明顯的人家 所設立的科目 所以你預計動員人數到多少 八千人 八千 八千 八千余人 八千是現役的部隊是不是 不是 後備部隊 後備部隊 所以動員 後備部隊八千 是 那這個是 算是歷來最大 算是歷來 同時舉行的是最大的 那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你認為動員八千夠嗎 我們有動員的機制 當然不是 現在是局部驗證是八千 我們真正如果說 進入作戰的時候 我們會循序實施 我們都 啟動我們的動員機制 因為邱部長他講 他說 各推演單位 應該認真思考 若敵人 猝然發起攻擊 如何有效具體應對 這句話很有意義 應該說很 讓人有很多聯想 若敵人 猝然發起攻擊 那這意思就是說 先前那一些狀況 我們在推演的這些狀況 有可能不是這樣的狀況 會發生 可能是突然之間 然後臨時發動 對 委員講的沒有錯 對 就是說我們在有獄警 有偵喉的時候 我們可以踢到 啟動我們的動員機制 好 但是如果在敵人 發起攻擊的同時 我們先以現役部隊 來運營 然後再實施所謂 所以 部長醫師說 這樣的狀況 其實可能性還蠻高的 是不是 都有這種可能 我們都有鬧運 因為外交部長 吳釗燮 4月18號 接受Sky News 專訪的時候 他說中國 正在準備 對台灣的 Final Military Assault 這是 終局之戰 最終的武力攻擊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外交部 他講的那個 真正的精神 他接受Sky News 4天前的事而已 不是 如果講這句話 我的解讀是 他用英文講 他寫 他講 Final Military Assault 他就是在任何 他認為他核統 或者其他的一些 統戰伎倆沒有辦法達成 所以這樣的狀況 我想請教部部長 我們現在戰備等級 是第幾級 我們現在是經常戰備 經常戰備 所以沒有因為 國際上 對台海的一個評論 還有部長這樣的講話 或者 國防部長講的這個 促然發起突擊 然後而提升戰備 沒有刻意提升戰備 目前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是經常性戰備 經常性戰備 但是我們警戒兵力 有適度調整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會再升一級 所以你現在是三級戰備 這個狀況比較複雜 就是我們有各種情報 爭厚的一個判斷 他到達這種爭厚的時候 我們就會提升我們的戰備 什麼樣的爭厚 就是其實我們 我覺得 政府應該 這個 部長 副部長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 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會提升到 什麼樣等級的戰備 我相信一般國人都不知道 當Economist在講說 台灣是最危險的地方的時候 你問所有的台灣人民說 我們是最危險的地方嗎 很多人民問號 我們是最危險的地方嗎 是這樣嗎 但是你剛剛的講話 實際上是聽起來 是蠻危險的 但是那是你的認知 所以我剛剛問你說是真是假 我甚至要問說 那是 又是你們講的認知作戰嗎 所以真實狀況是什麼 應該讓國人知道 否則其實你不要小看 這樣子的一個封面 它不只影響我們的戰備狀況而已 它其實還影響到我們的信用平等 外國人來的投資意願 大家對台灣投資的風險 政治 經濟 軍事 安全的風險評估 這都會影響 所以千千萬萬拜託你們 資訊應該要透明化 到底台海的狀況是怎麼樣 應該清楚告訴大家 我們目前的戰備等級是多少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有可能提升戰備等級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要進入準戰爭狀態 我覺得這個國人要知道 否則你如何建立所謂的 全民國防議事 大家根本不了解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會進入衝突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戰備的等級是在哪裡 而且現在很多人也都不用當兵 根本也都不清楚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委員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有在做 像我們軍中的其他新聞網 在有些APP或在推特 我們都會將台海周邊 共基建的一些動作 或許你可以建議高層 去做一個 全民現在的安全意識 你做出來搞不好跟這個落差 是非常大的 真的是非常大的 謝謝委員指導 我們可以去演繹 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到底跟真實的狀況距離多遠 我覺得那才是關鍵 你不能讓人民不清楚 他所處的一個安全狀態是怎麼樣 那如果大家都不清楚的時候 你講的後備動員 隔壁再審查那個 後備動員署這件組織的事情 那個都變成只是表面工作而已 好 請注意時間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指導 我們會議區演繹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團團 團 團團